作為一個特區政府的公務員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公務員 當然作為一個公務員 我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 我需要接受任何的任務 我相信我是盡忠職守做我自己的工作 AO出身的廣播處長鄧隱光上任一年 以令香港電台鬧得風風雨雨 而有傳媒更有證據證明 鄧隱光干預編輯自由 港台的員工都高調說 忍不住鄧隱光不要這個AO處長 我和我的同事受到政治壓力 當中我的判斷都令人質疑 是否基於一個政治考慮而作出 我覺得經過近年來的接觸 我們發覺鄧先生有很多編輯上的判斷 我們是難以理解的 然後在種種事件之後出現了施永見的事件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難以聯想 我們想說你究竟搞甚麼 你是不是背後有些事去搞 那樣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的猜想是合情合理的一個猜想 它可能有另一個解說 但它的解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依然是不明白的 現在似乎在翻風下雨 但幸好我們的同事都從心協力 就好像歲月神偷那樣還護著頂 都未什麼 但這一類的風風雨雨其實已經很折磨我們了 但我們會發覺其實一個電視台很遠不好 其實軟件的靈魂比它磚瓦瓦瓦是更加重要 如果光有一個很大的大廈 一個很先進的機器 而沒有創作靈魂的話 我直接說CCTV夠大了 大家要不要做 為甚麼鄧忍光可以搞到港台這麼亂 員工士氣低落 換走了鄧忍光又是不是代表問題又可以解決呢 其實我就這件事都翻查過一些 比如在其他海岸的例子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是一些政務官去做 出任公營廣播的一些處長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的 一個政務官去出獎一個公營廣播機構 其實就很容易是造成了一種 將這個一個廣播機構 就變成了一個平常的一個政府部門 空降下來的一個這樣的機構 是沒有對於廣播是認識的 廣播背後的一些理念是不認識的 再而知就是那種背後 我們強調的那種編輯自主 又或者是一個作為一個公營廣播需要的一些使命 其實不了解的時候是很容易造成這次我們看到的一個問題 廣播那個機構裡面 其實當你是缺乏了對於廣播的認識和理念的時候 再是這樣的系統底下 其實造成了就是 政府官根本是對於 他覺得不需要 對於這個廣播的機構的那種 使命的繼續是有什麼責任 變成了就是 還有其實是一個相對地 我理解的 相對地是比較舒服的一個政府部門 其實是更加令到那個政務官覺得 我根本沒有什麼需要去秉承什麼的東西 不知不覺之間去伸延他那種的 一貫一貫的一種政務官的那種管治的意識 fur的教育